而在疫情趋缓之后 社团的国际交流也慢慢复苏 花莲港区福伦社6号下午就带领花莲高农园武社福哨团学生 前往了花莲车站迎接 来自于日本、琉球南区福伦社和士林福伦社 以及基隆东区福伦社的社友们 用热情的舞蹈来欢迎国内外的社友来到花莲旅游 6月6号是花莲港区福伦社年度受证的日子 在疫情趋缓之际终于恢复有社互防往来 6号下午来自日本、韩国的社友 还有基隆台北的社友陆续抵达花莲 花莲港区福伦社特别邀请了花农福哨团园武社同学 现场热跳迎兵鼓来欢迎远道贵宾 今天花莲港区福伦社非常荣幸能够带着 我们花莲高农园武福哨团的小朋友们 来这边做一个精彩的演出 主要是三年来呢 我们因为国际疫情非常严峻 所以我们跟日本九流米、纳坝 还有我们的韩国西群山 还有冀州岛福伦社都没有什么往来 那今年自逢疫情已经解除了 非常高兴 这个四个福伦社社友都纷纷到台湾来 那我们花莲高农元武福哨团 它的精气满满元气十足 那刚好在这边做个原著名的迎兵舞的表演 相信会给这些来访的这些社友 一个眼界大开的一个好机会 花农元武社同学们精彩的表演 吸引了车站过往游客的目光 对于福伦社长期的关怀和帮助 同学们更有努力练习的动力 练武会辛苦还是会辛苦 毕竟还是要认真彩排这样 为了表演或者是比赛 没事都要做足准备这样 所以当然要认真这样 可是结果都是 往往都是会比较满意 就是有努力有认真才会有好的结果 像那个会很常问我们 询问我们就是 当天就是 就是练习的那个状况 然后就是关心我们这样 状况如何这样 时时刻刻给我们的关心这样 来自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各县市的 设有上百人 6月6号齐聚花莲 除了祝贺新协任社长交接 也来体验花莲美好的湘海风光 借轮会欢迎视报导